對,這個又是我的海水缸 那因為說我在今年的年底呢 就要把這個缸給搬移了 那在搬移的時候 我可能會把一些軟體都把它除清掉 然後留下就是可能像是小咒語啊 藍道吊跟火焰 然後留下幾個比較 養比較久的珊瑚 然後把一些比較普通的都把它撤掉 所以這個就來做一個紀錄這樣子 然後在未來的話陸陸續續都會把一些軟體給撤光 像這個吧 這個紅DG呢原本我是從一根小小的 然後就把它養到這樣子 還蠻大一個的 對,那這個的話雖然紅DG它很好養 但我在想 我的魚缸裡面缺少蠻多紅色的 所以這個的話我不會把它撤了 然後這個米粉也是 這個米粉頭實在是 剁到爆炸 超豐盛的 那這米粉我也不會把它丟了 就是不會把它撤掉 未來的話 如果移到另外一個 就是搬到另外一邊 安穩了 後會再把這個米粉 把它分切吧 試著把它分切掉 對,然後這個榔頭 會不會分 會不會分和那個 呃 珍珠 珍珠也是從小小一顆然後養到 現在那麼肥 那有可能賣掉的就是這個 這個 綠單包吧 這個 我記得他那時候在水族館老闆的時候 是跟我講說 這個是螢光 欸 黃綠 黃虛綠 黃虛藍心的綠單包 但是 我可能把它留一點點妝就好了 因為我的 雖然他說是黃虛 但是我覺得它是黃綠黃綠的 那我這顏色也太多 可能之後會找一些像是 橘色啊紅色啊來配色 那這個星光 胡爾 我也會留著 然後 它旁邊還有一顆比較 小一點的 那應該是紫胡爾 那這個椰花 我把那個最大的椰花把它撤掉了 會留一顆小的 然後 其他的繁殖機桌上都賣掉 那這邊的話 這個五爪配 這五爪配是新的 跟一個魚友收的 那五爪配的話 我也是想把它 賣了 然後水晶腦 這水晶腦實在很捨不得 因為原本它是那種 褐色 我以前都叫它 我以前都叫它 史色水晶的 史色啊 那 它現在被我養成就是那種 螢光綠有沒有 看底下 底下這邊 螢光綠的那種顏色 所以 我也不會把它賣了 留著吧 然後 大豬呼二 賣掉 那個地方 可能到時候 放一些其他東西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滿滿的 橘毛菇 這個基石 我也是很珍惜啊 它雖然沒有 都沒有長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這個 畢竟它是一整顆都是橘色的 就覺得 也是會留著 然後未來的話 等 年底移到那邊後 我會試的把它 嗯 分切到另外一個基石上 讓它繼續去 繁殖 越來越多 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就一些火焰谷 它也就黏在假火石上了 到時就是這樣 可能一整顆火石 假火石搬運吧 那 它如果活得下來 啊就是它的本事 後面的綠毛菇 我也是希望 能把它 能賣就賣掉 便宜把它賣掉 那綠毛菇 真的滿會 滿會生 然後 紅奶水也是留 留著 然後這一顆聖誕樹 會是我 唯一 留著的聖誕樹 它的顏色 真的 它其實有點帶紫色 紅加藍 那就帶一點紫吧 但是實際上 它就是毛很多 很長 帶滿紅的 你看它整個缸 在整個缸裡面 我覺得它是很顯眼 很漂亮的 對 然後這上面的話 狼 這個是金屬綠狼頭 有點灰灰的 金屬狼頭的話 我也會留著它 然後 八爪 能清就把它清掉吧 它實在是我 以前 最一開始的時候 最喜歡的東西 因為它最好癢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到這邊了 這邊可能 這個SPS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不過它其實都已經 包底了 底都這樣包起來了 那 很像雞爪 也都爆毛 但是 它是綠色的 所以我還是會把它賣掉 然後 然後 後面的話 這邊實在看不太清楚 但是 這其實是四種賣水 一種是 呃 從 前面這顆的話是 那個 沙巴賣水 然後 第二個 是 荷花 綠麥水 然後 左上方那顆是 螢光綠麥水 那 右上方那顆是 聖誕樹 就 四種賣水吧 未來的話 我可能會留下這 呃 未來能賣應該是先賣掉 然後 留下一點蜘蛛 就看能不能 未來可以收幾個 六個八個不同種的賣水 那在後面的話 那邊是綠葉花 就還在分切繁殖的 之後 等到它穩定一點 也是把它 撤掉 然後 紅DG 小小的紅DG 跟 那個 綠 綠色那個長長的 也是 預計要把它賣掉 對 那可能 再來就是 可能再來 未來的情況的話 會再少個 五六個 因為 之前我已經把一些東西都撤了 因為 之前我已經把一些東西都撤了 未來的話應該會再少一些東西 像是什麼 五爪背啊 胡耳啊 這些都會把它撤掉 嗯 然後等 年底 搬過去後 再把缸再重新整理一次 這樣子 我覺得會比較好搬運一點 因為 不然太多軟體 死傷 其實在搬運過程中 死傷也是難免會有的 就留一些比較重要的 對 在這邊先做個紀錄 跟大家講一下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